新聞介紹中下頭誰來的工議館 要來看就是工議館政府為歡迎的青年來找出路 有講義青年發展處在在13號 和中保障的住民社區發展協會 基盤親立親為明親營相賠成果發表會 青年的學員在在現場民事選手有五位順利每合成功 將這個社區來北伐的老市大 將屬登記照後的學部 若青廚未來也將繼續和民間來合作 發展社區學部的進化 鼓勵更多的年輕人 導入社區 歡迎鄉 老鄉 共同親營共同的環境 改觀 撒動 農工大觀 為了老條青年 照顧青年 一百十年 生立落工 還有青年發展處 落青處 為了要鼓勵 少年朋友 老鄉 歡鄉 由社區 拿出發展方向 並且讓他們有相對的補助 好找少年朋友 歡鄉 燉點 為社區來打拼 讓青年歡鄉 不能是靠好 他是真的可以找到工作 也找到自己的領域 青年緩鄉 流鄉 跟社區的補助計畫 我想這是一個新的做法 我們勞青處跟社區合作 透過年輕人的訓練跟講習 一畫面也可以當作一個平台 媒介他們跟社區做結合 達到所謂的服務跟就業的機會 我希望很多社區的老人家 實際上他們最缺的就是一些年輕人 活力 還有寫計畫的能力 我想這一部分的資源的投入 對於社區的發展絕對有正面的幫助 所以我們希望未來在整個工部門裡面 也可以跟社區繼續做 有關於年輕人的相關的平台的組訓 能夠讓更多的年輕人跟社區結合 也能夠帶動社區的發展 也能夠讓老人家得到最好的照顧 嘉義縣長期因為高年化 所以其實社區這次主動跟嘉義縣老青處 申請所謂青年賠利計畫 那也是希望透過引進更多的年輕人力 在中央政策重視長照這一段 相關的費用上做結合 那也感謝相關的其他的一些協辦單位 然後這些所謂的上課的資資 讓更多年輕人可以提早進入社區 更了解社區到底在做些什麼 謝謝 館長張良標示 環境老鄉價位是一項創新的作為 有留情處 提出青年創業 還有環境的發展事物 結合社區用多元的方式 協助青年環境 酒業還有發展 創作更多酒業的可能 年輕人的企圖任立局 公佈門導立主委 還可以結合憲處 除了對社區發展有成民的幫助 還可以讓老市長得到更好的照顧 社群新聞 鄭義行 中博鄉 蔡宏博德 作詞文章 李宗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